我们先来告诉大家 柯文哲说他想当第一任总理 我觉得他想太多了 尾巴的第六次冲突 这是第六的战争应该是正式开打 只是会打到什么幅度 马文君的大乌龙惊爆10月9号 惊爆10月9号我们来跟大家说 尾巴开战扯台湾先三风暴 第一个就是他有看到画面 是有幼童被关在狗龙然后被淋虐 这个没有得到核实 这个没有得到核实 所以现在不知道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只是有影片丢出来 美国的福特号已经开到了地中海 随时准备要开战了嘛 第二个马文君他可能会判10年 如果外患罪成立 柯文哲这个总理是什么总理呢 这个假议题了 第三个李嘉峰的律师呢 去帮助坏油的林玉宏当他的律师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马文君的部分 因为我们看到了尾巴之间的冲突 到我们今天播出已经超过48小时 48小时之后 我们从尾巴的情势来看台湾 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现在台湾的整个潜见国造的部分 出现了这么多的杂音 那李正浩呢跟吴珍 今天10点在高检署 告马文君外患罪 外患罪我讲个大白话 外患罪就是叛国罪 所以你注意他不是在北检哦 他不是在高检哦 他在高检署 另外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马文君10点在南投就开记者会 赶快说哦你抹黑我 我没有他当然也会怕 你看到李正浩跟吴珍 今天告诉马文君 他今年5月31号公布新修的刑法外患罪 第109条的第二项 你如果泄露国防的秘密 交付向文书图画消息 给外国或他的派遣之人的 就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 现在马文君说 其他的人也有在讲 郭喜也有在讲啊 王定宇也有在讲啊 为什么他们没有所谓的外患罪 因为你没有把东西交给外国 这是不可以把东西交给外国的 然后我们再看到 吴珍今天在现场告的时候 他说身为中华民国的立委 公然的把这样的机密 外泄给外国 是不是为了迎头小力 到处搞的人 李正浩说 这些3000份的档案 只要有一张图纸流出来 就是坐实了泄密这个事情 事实上呢 即使是录音档 也是不可以的 因为录音档 马文君他们就讲说 这个我有问一个国防部的房次长啊 他跟我说就是呢 这个郭喜啊 跟另外那个韩国人啊 也就是我们讲到那个池先生 两个人在讲的没有什么机密 我跟你讲 国防部那个250的房次长 他很快就已经退休了 他10月份就已经退休 你认为一个国防部的次长跟你说 他们两个讲的没有什么机密 你就可以把他给韩国人吗 对不对 然后你知道他们两个讲的没什么机密 可是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 他们两个在讲话的行为就是一个机密 那我讲说 这可能不是国防机密 但是可能是外交机密 你不要忘记 这次的法令讲的是什么 他是讲说泄露什么 国防秘密哦 国防秘密并不等于是国防机密而已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秘密呢 那马文君今天就在南投改口说 他本来10月5号说 向外交部询问 韩国代表处联络方式 然后寄过去 他5号是这样讲 他今天改口说 我是透过外交部把文件送给韩国代表处 他就完全甩锅给外交部嘛 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讲 马文君是2009年担任立法委员 2010年 中国当时的海协会副会长张明清访问南投 2011年 马文君就积极要加入国防外交委员会 2018年 美国给红区装备给台湾放行 2019年 马文君就拒绝签署秘密会议当中的保密协定 这些时间点他都要说清楚 当然另外我们在这里呢还要讲到的 就是说怎么会扯到黄珊珊 因为呢 风传媒就讲说 1993年郭喜引清风案的时候 黄珊珊是他的辩护律师 据说民众党内部还开了会议讨论 但黄珊珊说我根本就没有跟他联络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再处理 谢谢大家 这是这是 对